早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2月9号的百革晨报 去年12月1号 一名拿督头衔男子王德光 被自己的保镖开枪射杀 引起全国轰动 不过在警方展开除暴行动之后 却曝露了国内暗潮汹涌的黑帮活动 今天的中国报和新报公布了10名华裔人士 被警方通缉入查 涉及黑帮及暴力活动的罪案 其中一名通缉嫌犯拥有彭亨关单的拿督头衔 他是37岁的廖志伟 被警方列为一宗绑架案的主贤 警方的出暴行动三年内共逮捕了114人 包括一名拿督私利和五名拿督 新海峡时报独家揭露了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 在我国利用假的身份获得工作机会 但是去年记录在案的就有高达273中 而这些假身份的源头 新海峡时报指出 主要是来自沙巴州 再来看每日新闻 今天的头条指出 贸销部绝对不通融 要加强取缔猪毛七刷 并且促请消费者举报那些没有贴标签 和公开展示非新增货品的商家 也因此新周日报就列出了40种用猪为原料的制成品 当中就包括了纸张牙膏洗粉乳液等等 几乎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突出这起事件令人感到吊诡和观耳 大马伊斯兰消费人协会要求制造商 在猪制用品上贴上猪模样的标签 好方便让穆斯林消费者判断便是 这样的建议为大马艺术家兼社员分子法米惹渣提供了灵感 法米惹渣昨天就在脸书发表图文 他绘制了一个猪标签 就像是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一个黑色的圆形 也圆形的里面是一只西装笔挺的猪 还画上了獠牙表情相当猙獰 他在贴文中写道 为了避免选民混淆 所有贪污的政治人物也应该贴上这个标签 而这个标签的用意就是要用来辨识贪污的政客 贴文上载不到一天就吸引了数千人点赞分享 如果你对法米惹渣不是很了解 那你可能有看过这个小丑图 他就是原创者 去年正因为创作了这个貌似首相纳姐的小丑图 而被逮捕 目前官司还在审理当中 最后让我们来关心政治新闻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沙烈赛义 日前在部落格撰文指出 1980年代的土著金融丑闻 比OneNDB课题还要糟糕 对此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就讽刺沙烈赛义 对外汇的交易事件认识是肤浅的 还建议他向行动党国会议员潘检伟了解OneNDB的详情 林吉祥这番建议让沙烈赛义继续在部落格跟他隔空交锋 沙烈赛义强调 OneNDB至少还受到关注 但是土著金融丑闻却对国家造成实际的损失 因此他认为真正应该向潘检伟讨教的人是林吉祥 另一方面清替部长凯里说 政府将会考虑重新调查土著金融丑闻 也就是国行在1991年到1993年因为外汇交易损失440亿令吉的事件 以厘清20年前的事情原貌 以及了解是否有人掩盖事实 包括设立王伟会进行调查 而当时土著金融丑闻发生时 时任首相是敦马哈迪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